他们平凡 却从不渺小 他们不凡 只因从不言败 跌倒了 站起 失败了 重来 他们的人生 因跌宕而完美 我是星月 每晚九点二十 与您分享 他们的故事 有请主持人星月 2018年的足球世界杯 让全世界的球迷 记住了一支队友 就是克罗地亚队 克罗地亚是欧洲的一个小国 总人口不到417万 经历了国家分裂和十年的内战 可以说国家实力并不寻厚 但是就是这样一支欧洲小国的队友 战胜了传统晋级阿根廷队 还有英格兰队闯入了世界杯的决赛 并且一举拿下了2018年足球世界杯的下均 可以说逆袭是克罗地亚队最好的标签 同样逆袭的还有今天的我们两位主角 也许他们在人群当中是最平凡最普通的那一个 但是后来却成为了舞台上最光彩意义的焦点 他们是谁又是如何密集的呢 有请本期主角 有请本期主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girl was bad The girl was dangerous You've been hit by You've been struck by A smooth You know you You've been hur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您啊 刚才我们看到您一开场呢 给我们带来了一段 特别精彩的 麦克杰克逊的舞蹈 而且这个舞蹈叫做Dangerous 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舞蹈 我们刚才在底下看了 也是连连称赞 所以此时也特别想问问您 就是您是怎么想到 要选择这样的一个舞蹈的呢 您自己是麦迷吗 我不是麦迷 您不是 因为当时我并不认识 麦克杰克逊 只是看了他的舞蹈以后 才值得麦克杰克逊 非常棒 那我问一下 您穿的这个服装 好像跟那个 麦克杰克逊的服装 不太一样啊 是 这个是我代表性服装 是我的公歌服 因为我是 沈阳艳艺艺学院的 一名保洁员 您是做保洁工作的 那您刚才是说 以前就是看了 他的一个视频的资料 就开始自己跟着后面 学这些舞蹈是吗 对 那您以前有舞蹈基础吗 我一点基础也没有 从来没接触过舞蹈 那您做保洁员 做了多长时间 我现在接近八年的时间了 八年的时间做保洁员 然后也没有舞蹈基础 是 那老师是谁啊 谁教的您 这完全是我看视频自学的 那是怎么自学的呢 是说又没有舞蹈基础 那是一个动作 比如说那边在放 然后您按暂停 然后就跟着自己比划 还是怎么样 就是把舞蹈动作放慢了 然后动作记不住的 因为他动作特别快 一闪不过 然后我们年龄大 记不住 就是发剪服嘛 发成小仪 然后腿放哪儿 脚放哪儿 手放哪儿都表好 把动作分解以后 一个一个的练会了 然后再穿在一起 就学成了这段 您有点像武功秘笈啊 我们看武功秘笈是第一个动作 启示第二个动作怎么样 对吧 但是这个Michael这套Dingers 有多少个图 有多少个动作 就是大概159个动作吧 150 你全给画出来了 就把主要的动作画出来了 就是一般简单动作 就没有必要画了 然后我们在那个大屏幕后面也看到了哈 但是这是您画的图吗 对 这就是我画的 这是另外一支曲的 Jam的 这跟Dingers还不太一样啊 您不只画了一个这个 哇 我们有专门的小伯伯 对 你看 武功秘笈吧 你看 对吧 大概几百个 甚至上前个奖舞吧 哇 您这平时练画画吗 我没练过画画 根本没有什么画画基础 就是看一些网上啊 简秘画啊 然后就把它刮成简画 刮成小颜 然后来这样看 我听出来了 这才是展示真正的才艺 比如说 我不会绘画 没有绘画基础 但是我能绘画秘笈 我这个没有舞蹈基础 但是我能跳Dingers 哇 您这个跳舞时候 还有其他道具是吗 是吧 除了画剪图以后 然后自己简单的道具也自己做 然后这个眼镜是我用写实拧成的 随便扔都不要紧 就是Michael那个墨镜是吧 对 然后这个Michael也是学生用过的画口 然后这个头 圆头掉了 然后我剪过来了 我就用YC装玩具的一个小圆盒 套在这上 然后给它缠着 就这样做成一个道具 您带我看看 哦 还挺帅 还真好 这刚才是一个舞者 然后又是一个画家 现在做这道具 您是一个手艺人 对吧 全能啊 怎么样 酷不酷 今年56岁的王世金竟然是一位 隐藏在民间里的战舞高手啊 看这动作 这么专业 这么标准 真的是一位普通的保洁员吗 她的确是保洁员不假 但是并不普通 因为她的眼睛几乎看不见 耳朵也听不见 那么问题来了 这样一位 有着视听障碍的保洁书 为什么非要模仿 难度那么高超的 迈克尔杰克逊的舞蹈呢 这事还要从她年轻那会儿说起 年轻那会儿 王世金是一位弟弟道道的农民 除了种地之外呢 平时还扛沙子 搬水泥 干一些小活赚点小钱 虽然不富裕 但是生活还算挺满足的 直到她结婚之后 她便遭遇了不幸 左眼突然失明 而右眼的视力 仅仅剩下了0.3 什么概念呢 就是如果我和她相距三米远 她几乎已经看不清楚 我到底长什么样子了 雪上加伤的是 没多久 她的耳朵也渐渐听不见了 想想看 从一个健全的人 突然变成了一个 有着视听障碍的人 王世金不仅接受不了 这种心理落差 而且将来她在社会上 又该如何生存呢 因为听力不好 所以每次别人 跟她说话的时候 她都靠得很近地去听 如果实在听不清楚 她就只能和别人微笑 咱们想象一下 如果我和你聊天 你动不动就朝我乐 是不是也挺胜人的 久而久之呢 大家都觉得 这人是不是有点奇怪呀 所以时间长了 王世金便把自己锁在家里 除了老伴和孩子 不和任何其他外界人接触 整天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按现在的话来说 这就是自闭呀 这样一过 就整整过了13年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一段普通的视频 却改变了她整个人生 有一天呢 全家人围坐在一块 看电视 这电视里啊 有一些六七十岁的大妈 在跳这个迈克尔杰克逊的经典舞蹈 Dangerous 特别帅的那个啊 只见这大妈 甩头 扭脖子 小步 卡卡的 这小舞跳得特别的带劲 而且女儿说 这些大妈呀 还上过春晚呢 这王世金看看 自己嘀咕了一句 那要是我跳 比他们跳得还好呢 也不知道当时这王叔叔 哪来的勇气这么说啊 结果 吴欣的这句话 还真被女儿给听见了 女儿哪相信啊 可是当父亲呢 这话都已经说出去了 不能打自己的脸呀 所以 王世金暗暗决定 他呀 学舞蹈 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啊 怕家里人笑话 人家就自己躲在卫生间里边 悄悄地练啊 这没有任何舞蹈基础啊 怎么办呀 都自己偷摸地琢磨啊 研究 光一个 扭脖子的动作 人家就练了整整一个月呀 就凭着这样的一股子韧劲 王世金用了整整八个月的时间 还真就练会了这一支难度超高的三种人 这一练不要紧啊 不仅让全家人都刮目相看 而且一不小心 还跳到了电视上面去 让全国十几亿的观众 都看到了王大爷的精湛舞姿 从此 人送外号 励志书 在朴素的外表之下 隐藏着一颗出彩的灵魂 而在这一颗出彩的灵魂背后 又隐藏着一段悲情的故事 年仅56岁的王世金 为什么会患有严重的视听障碍 而在家待了那么多年之后 他怎么又会出来 做了一名保洁员的呢 其实如果不是您刻意跟我们提起的话 我是真的没有注意到 您耳朵上还带了一个助听器 这个是怎么回事 您能跟我们讲讲吗 这是我刚结婚不久吧 然后就发现我的眼睛 看直线就变成了曲线 当时也没太在意 年轻嘛也不懂 然后有一次 我老伴头疼病患了 我就陪着他一起看病 结果我说我的眼睛 现在也看不清东西 经过医生一检查 告诉我你这叫激发性四毛毛脱落 这个眼病非常严重 不及时做手术 你的眼球会萎缩甚至宅储 我们马上就发了一个助援手术 做了手术 但是眼球是保住的 视力没有了 也就是接近失明的 不幸的是我隔了一年 右眼又得了同样的病 当时我得病的时候 不敢告诉老爸 生活本来就挺拮据 没有钱去做 后来这次手术 经历了很多波折 成功人 眼球也保住人 但视力下降得很严重 在治疗眼睛过程中 由于药汁 我的厅也受到了伤害 不带的攻击性 根本无法和正常交流 和别人没法说话 所以我现在是眼睛也看不起 心里还不好 就是这种状态 那既然家里这么困难 那这助听器是怎么买的呢 当时是我们女儿给买的 她最开始在幼儿师范念书 因为她很有音乐天赋 她毕业以后 她的很多同学都报好了音乐学院 她回家跟我说 爸 我想找工作 我不报好音乐学院了 我说怎么回事啊 我说你很有希望啊你啊 包括他们的老师都说 这孩子很有音乐天赋 一点问题都没有 当时我看到她的多闪目光 我知道她想回家里 分担一点辅导 早早地下来工作 当她参加了工作以后 第一个月的工资 就拿出来了 跟我老伴说 妈 我看我爸太可怜了 咱们说话了 可是她也听不见 听不见 然后就在那一块傻站的 就这样 问她第一个用 就给我买进去 那这姑娘应该是很孝子了 是啊 我觉得很对不起她 也包括我老伴 这辈子 没让她过上好日子 我觉得特别对不起她 我觉得她是个非常勇敢的女孩 为什么这么说 她如果不给你买助听器 就没法打开你真正封闭的事情 你听不见 你可能连麦克的舞蹈 你也不能欣赏 因为没有音乐感 对吗 这个门是一道一道打开的 先打开了听力 再让你建设了舞蹈 再通过你自己的努力 打开自己的人生 对 对不对 所以那个助听器 其实很重要 这是第一步 但是那个女儿牺牲了自己的前途 来帮父亲打开的第一步 有了这个助听器 我就可以到外面 去闯一闯 所以我就找了这份保洁的工作 那保洁工作辛苦吗 能养得了家吗 还可以吧 辛苦倒挺辛苦 工资也不高 因为在做保洁工作的同时 我还找了一份兼职的工作 然后白天干工作 晚上我就去干这份兼职 我一年轻的兼职了两个多月吧 然后突然有一天 我在洗头的时候 就发现头发大把大把的在掉 几天的工作 我的头发都掉过了 当时老板都吓坏了 就带我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你是疲劳过度 你是累着了 然后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吧 经过治疗 我的头发又长出来了 但是都白了 我每天就顶着白头发 去上班 去见过 您看啊 您工作这么辛苦 还坚持跳舞 就像您刚才说的 这个眼睛还冲血 然后耳朵有时候还听不见 这个耳膜很难受 那您还继续这么跳舞 家里人不反对您吗 是家里老伴儿孩子都非常心疼我 都劝我 这么大数字 你少跳点吧 尤其是我儿子 把你别跳了 你那眼睛还要不要了 他就把我学习用的电脑 给藏起来了 然后但是 我还是在偷偷地练习 我挺好奇的 就是我相信您 这不是第一次登台了 第一次也是参加 我们辽宁电视台的 百姓春晚 我登上的百姓春晚舞台 然后就一路走过来 对 然后一路就是 经历了很多演出 包括商演 商演 还有商演 我能打听一下 一场商演多少钱吗 不好说就可以不说 我可以说 有几千元的 甚至更多 基本上我都拒绝了 我觉得我首先要把本职工作办好 这个保洁工作还在做 还干呢 是啊 因为音乐学院这个氛围很好 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是音乐学院给了我这份工作 但是一场商演 您看您只需要表演半个小时 但是这个挣的钱 可能是您做保洁两三个月的工资 您心里就不 稍微比较一下 能平衡吗 我很珍惜这份工作 因为这份工作来之不易 包括老师 拿我这个事来教育学生 来鼓励学生们好好学习 你看人家保洁大叔 那么大勉励了 还在练跳舞 然后你们条件这么好 父母给你们提供 这么好的学习条件 包括学校给你们提供 这么好的学习环境 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 那您碰没碰到过 有些女粉丝给您写信什么的 不能都说是女粉丝 男女粉丝都有 男女都 然后我就开了个直播间 然后很多粉丝都是 到那时间就 等着我 看我跳舞 您在哪儿直播 是啊 不是 在哪儿直播 在家里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在什么平台上直播 什么时候直播 在家里的客厅上 开直播 行 那您沉迷以后 这个之后的生活 跟以前相比 有没有什么变化呀 变化很大啊 嗯 原来那个邻居 对我指指点点的 这么大老爷们儿 没事下蹦肠 到现在 看到我了 就这么说了 老王 你真厉害 再一个说 老王跟我们来一段 跟我女儿还等你签名呢 很多学生一看到我 尤其是 那些小女生一看到我 像一些小鸟 似的就飞过来了 哎呀大叔啊 我肯定见到你了 哈哈 你太棒了 我们好心 你好喜欢你啊 那些男孩的也是 大叔我们太喜欢你了 坐着就会有拥抱啊 和我抱笑 那些女孩的是 真的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 大家可以看得到 也是一个普通又频繁的工作 然而在众多的外卖小哥当中 也出现了一位传奇人物 长相很普通 个头也不高 在人群里毫不起眼 但是2017年的一天 他突然一夜爆红 他究竟是谁 又是如何一夜成名的呢 你好 首先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你好 我叫张芳勇 看您今天好像这身装扮 是因为外卖小哥 你给我们送饭的 我是一名送外卖的 但我是一位特别的外卖小哥 哦 外卖小哥还有特别的 对 我这感觉驾驶 干嘛 哇 哇 我没有给你插瓶啊 怎么就把外套甩了 练剑美的 嗯不是 我平时是一位送外卖的小哥 但是我也是一名职业拳击手 哇 职业拳击手 而且这个外套一脱掉 看着这个肌肉啊 很厉害 你是拳手小哥 那我们谁敢给你插瓶呢 所以大家都叫我外卖拳王 嗯 外卖拳王今天一开场 是不是也给我们来一下 这个拳击的展示啊 可以的可以的 好 来 你像我刚刚看那个现场 所有女孩们的眼光都直了 我倒想起来了 嗯 7月1号在昆明的 对吧 WBA 除量级青年拳击拳王争霸赛 你是获胜者 对 对吧 我是中国第一个拿到这个级别 是青年拳王 很厉害 哇 你说你是拳王 你有金腰带吗 有的 他那个比赛就是金腰带的比赛 你那个金腰带今天带来没有 给我们看一下 嗯 我带过来了 来我们请导演组帮我们送上来看 给大家展示一下 看着就很值钱啊 哇 对 哇 金腰带不是系在裤腰带里的 哦 是这么带着上面的 对对对 也可以也可以 就是记在腰上 可能会显得更霸气 对 我们屏幕后面有两张照片啊 对对 看这个 这个是当时拿到金腰带 在那一瞬间被摄影师抓拍下来的 对对对 要说真是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梁啊 别看这身形瘦小的张芳勇 人上了路啊 就是驰骋在马路上的外卖下歌 而上了场呢 又变为了骁勇善战的拳击手 这两个毫无关联的职业 是怎么在张芳勇的身上 身兼一体的呢 话说这十一年前呀 张芳勇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在家里看电视 在电视上呢 转播了一场国外的拳击比赛 这比赛里 拳击手是一记坐勾拳又攻拳 这出拳灵力 击打有力 这一看 一下就看待了张芳勇啊 哇 小小少年从此心里 种下了一个梦想 我将来也要当一位 厉害的拳击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难忘的比赛吧 在2016年底 在WBA 中国职业拳击冠军联赛 昆明战场 张芳勇对阵 他的一位师弟 两个人可以说非常熟悉了 战术相当 实力也差不多 所以可以说是一场 不分国众的比赛 然而搏击到底有多么的激烈呢 每一回合 双方的出拳次数 都超过了百次以上 这拳头就好比是暴雨一般 落在了双方的头上 身上以及腹部上 不出两三个回合 双方的鼻梁骨都打断了 而且鲜血布满了拳击手套上 脸上还有身上 甚至鲜血还见到了 全台外的记者手上 还有解说台的资料上 这场比赛 也被媒体评为是 WBA中国区上赛季 最为精彩的比赛之一 而国际上 也为他们停了一个1.5星级 这什么概念呢 在专业领域里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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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也还在送 得了拳王了 还在送外卖 因为平时除了在俱乐部训练 业余时间我就在送外卖赚钱 那如果做职业这样的拳手的话 不足以给你谋生吗 对 因为职业拳机它是一种 就是商业化模式 你没有拿到世界权王之前 你都没有拿都不会拿到那么高的出产会 你平时会要依靠自己去一边打工 赚生活费来维持你自己的生计 然后找到时间去训练才能 现在的问题是 我还是要问清楚 你的抗击打力有多少 你可以放开地打 用力地打 没有关系 来来来来 余老师 试试 来来来来 你这个才是洋石头啊 两开石头啊 比起他 我是馒头 用力 我怕这有余老师自己守折了 我这下真的很用力 再来 再用点力 还用力啊 对 那你倒下了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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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下了吗 下来 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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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吧 我看您一会儿 狱声不下气 手没事吧 后半段的主题工作还需要您 快回来吧 我手已经麻了 不是 我觉得你会打骨折的 小锋真是好人 善良人 你不善良 你早就应该叫我下来了 怎么下来我手完了 现在最疼的是这个 对 对 特别是这个地方 你再打出去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手 发力不到位 瞬间你这里 哼 这里骨头就断了 我今天是用了最大力 因为你打的是我的腹部 那如果打到 像你鼻梁上的话 对 鼻梁的话 如果它全头捏得很紧 鼻梁打得很准 会直接断掉 我就有过一两次 鼻梁骨瞬间断裂的 就像我连现在的鼻子 里面都是弯的 这边一扭 一扭过来 这边已经是断裂的了 我就是深深地感觉到 好像每一次的比赛 其实对拳手来说 真的就是一场生命的决斗 我想问一问 这个职业的拳手 是不是比业余的拳手 要危险的多 对 业余拳击 就是我们现在的奥运拳击 奥运拳击 它是可以戴头盔的 对 我看他们都是戴的软 对 它是有复具 要保护到你的面部 但职业拳击不行 职业拳击是没有复具 而且业余拳击 带着大大的拳击手套 为了减轻击打的力度 但职业拳击不会 因为职业拳击 是一种商业模式下 进行的是拳 它为了观赏性 为了看到的击打效果 所以它的拳套会更小 而且业余拳击只打三个回合 他们要求的是节奏 速度 但职业拳击不是 职业拳击必须是要打 12个回合 哇 四倍 对 对职业拳手的体能 耐力 对你的出拳速度 还有你的平衡 都有一定的讲究 其实像这样的拳击赛场 它是很残酷的 那也就说明 你在平时的训练 它也是非常严格的 因为我刚才有一个体会 我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劲 拳击你的腹部的时候 你的呼吸是很均匀的 对 对 因为我们每天的训练 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 我们会出去跑步 一般就是正常 我们都会跑十几公里 十公里大概叫四十多分钟 就跑来回 跑十几公里 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这么快 对 你跑步回来 然后还要到拳馆 继续训练 要有放松 跳唇 打手把 空击 打沙带 打速度球 各种步伐的协调训练 当然这之间就有 刚才您说的 就是击打腹部 击打腹部 这其实在每个职业拳手 开始 练这个职业拳击起初的时候 都是比较 比较老火的事情 因为你开始 教练会要求 把你的手绑起来 然后他带上拳套 用力的击打 最低都是一分钟的开始 嗯 嗯 然后我来到 都这样 比较老号 比较老号 所以我们开始 都阻挡到 三个街头 还有你 什么都阻挡的 就是 为什么 还算 你还算 自己最高的 然后我要看到 球球全球 没任何 你现在准确年龄多大 24岁 如果34岁 这种击打和这种强度 会不会带来后遗症 可能对我们职业拳击手来说 最大的就是帕金森综合症 虽然击击率很低 10万人中间只有一个 但是美国的重量级拳王阿里 就是这10万人中不幸的一人 他在他的职业拳击生涯 他中挨了接近2万9千多次重击 击打在脑部 所以说在40多岁的时候 他就犯上了帕金森综合症 他后半身沉重病痛的折磨 他生活不能治理 手一直在颤抖 可能你们有人可能会看到 曾经在美国的奥运会阿里 已经是得了帕金森综合症的时候 拿着奥运火炬 颤抖着只有这么远的距离 但是他颤抖了几分钟 才能把这个圣火点燃 当然还有中国拳王周世民 他也留下了他儿子的期待 来预防帕金森综合症 当然这只是一种 在拳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你这个家人会支持你这么做吗 你就是一直这么练这么练 而且后面还有那么大的危险性 我在外面练拳击 其实我很少会跟家里人提 其实父母这关都还挺好 最难的就是坚持 那你想过放弃吧 这个当然会有 2014年我的第一场失败 我去泰国挑战青年拳王 最终以我的失败告终 比赛结束之后 我的两个眉骨被打开 鼻梁骨也断裂 整个面部完全被打得臃肿 我没有钱去把这个鼻梁骨矫正 当时只能找朋友 东拼西臭 借了一些钱 去医院把鼻梁骨矫正 当时医生也说 那你这个眉骨开得太厉害了 你应该红上几正 但当时我身上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 只能到药店去买了创口贴 贴在这个地方 就像现在我这个口 还是很明显 那段时间 我就想着要放弃了 我在家里待了一个多月时间 正好我的师兄 达到了中国第一条世界 强王金腰带 他也是你心中的一个榜样 对 但后来你发现这个职业 他有很多心理的地方 我原来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 但练习拳击之后 你每天的训练 有每天奋力的击打 你会感觉到 你整个人都会自信很多 但是往往大家只能看到台前的风光 看到你在这个拳击台上 挂上金腰带时候的闪亮的样子 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 在离开那个千万盏灯光的时候 你也在很艰辛地做着送外卖的工作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什么落差 或者有没有干不下去的时候 这背后有没有什么故事跟我们分享 会有 就像有一次我提着一份外卖 因为那次中午送餐的高峰期 点餐的是在写字楼的这个十九楼 我到这个一楼之后 本来时间已经过了五十多分钟 但电器还要等 我怕顾客着急 就从安全通道那个楼梯 直接跑到了十九楼 跑到了十九楼之后 就是满头的大汗 但是我看的时间已经 接近一个小时了 我想让顾客看到 我已经尽力再给你送过来 毕竟现在是送餐高峰期 但它接过之后 就扔在垃圾桶里了 直接就说了一句 你这东西是给猪吃的吗 但是你已经尽力了 有这样的一份耐力 这个非常好 但现在你已经是 心腰带全完了 我想可能 如果我们有一定的耐力 我们都会有的耐力 我们就会有那么高 觉得有 factor 我们的耐力 就是些东西 还花如米小 也学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